2024年4月23日 白玉兰甄选品牌创建活动企业分享交流会成功举办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峰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许婷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博士 美团酒店高级顾问冯杰 以及来自酒店、景点、餐饮企业的近百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峰表示 白玉兰甄选品牌创建活动于近期在全市旅游行业全面开展 此次活动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品牌创建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示范性 带动性的文旅企业和文旅品牌 从而一点带面引导更多企业推出高质量文旅精品 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与游客体验 改善旅游消费环境 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提振旅游消费信心 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打响上海旅游品牌 上海市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许婷介绍 白玉兰甄选品牌创建活动进展情况 目前已有几百家旅游企业单位 报名参加创建活动 并且还有众多企业表达了参与意愿 因此协会决定将活动创建材料提交截止时间延迟至5月底 未来协会拟在创建结果公布后 引导上海旅行社 将评选出的白玉兰甄选项目产品连点呈现 让大众的选择更丰富 体验更多元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燕博士 作为资深媒体科学评论员 对白玉兰甄选品牌创建活动 发表媒体观察评论 为了更好地向全社会传播创建活动的好声音 协会将开辟美团点评白玉兰甄选直播间 并由主流媒体组织专访 通过定制化的市场推广 同时持续发掘创建活动中 优秀人物及品牌故事 让更多的市民游客知晓 为企业引流增效 在交流环节 来自东湖集团 上海中心J酒店 浦江游览船公司 浦德夫亚洲 景江白玉兰酒店 海昌海洋公园等单位的负责人 分享了他们的品牌优势和创建故事 从而激发更多旅游企业参与创建 在全行业 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